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是我们整个系列课程里面的最后一个 好最后一个 那 雅如很好帮我把这五个课程整合成一个 一个题目 以前我都是分开讲 好都分开讲 那我把它 命名这个 事实上这个我们当初在海事上是有一些考量的 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当初在 我们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是从哪里开始 这两个礼拜 是先从作业系统开始 因为作业系统就是最底层 所以你要先 从作业系统先熟悉一下 那熟悉好了 再介绍一些 适合在这种作业系统之下使用的一些小工具 让你可以 比较方便的处理更多的事情 那么再来 我们又提到了什么 教材的制作 对不对 你怎么把它 放进去然后你找一些素材让你在 工作上 比较容易 轻松的去把这些 教材完成 最后呢 要跟云端的 云端的也就是说这边都还处在什么 单机电脑 对不对 可是慢慢的现在大家的很多 工作是不是都需要用到网顾 那所以怎么利用这个Google的服务 来帮我们把这些 就是 工作把它整合起来 那么前面市场 事实上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属于比较工具性的 也就是所以你看我们第一节跟第二节 就是前面两个 延期 带了一堆东西给大家 有没有 然后我们现在逐步减少 一直到今天 今天最后一场 你会发现 来这边 什么都没有 只要领个白纸回家就好 因为 你有了适当的工具之后 脑袋挖辫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要讲新制服 新制服你要换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试看看 动手去做 因为当你实际上去做改变的时候你才发现说 原来 用这种方式 也是不错的一个思考方法 我不敢跟你讲说他绝对是 适合所有的 但是他对思考的一个整理 在记忆上 在管理上 甚至在你的所谓的逻辑的推敲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档案呢就会放在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网址上面 所以呢 今天最后一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一个呢 是跟我们的 新制服有关系的 那SMAX是其中一种新制服的软件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一个 另外呢还有就是 关于个人档案资料的管理 因为现在有个字法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们先不管法规的部分 管的就是你个人档案隐私的问题 因为只要有网络 就有机会让人家进来 最好的方法是这样 不要上网嘛 对不对 这样也要网络拔掉就好了 别人就不会进来 可是造成你很多的不方便 对不对 所以在方便跟所谓的安全之间到底你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两个会在这边 那么 新制服的部分呢 这里 我已经有把刚刚的那个档案呢放在这里 就是您进来 上面这个网址之后 您进到上面这个网址之后 我们新制服SMAX副导名 就是这个 所以您可以用 这个软件打开 那如果 您电脑里面稀草你懒得进去 也可以从这边来开 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 在这边 有没有 新制服里面呢会用到几个相关的软体 我也把它放进来 还有就是它有一些范例 那另外呢我们到档案加密也有 还有刚刚介绍的这个 那新制服本身的软体是在这里 您可以从这里下载也可以 解压搜之后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不用安装 那我就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您先稍微看一看 看你电脑里面有没有少资料的 您可以先把它 下载下来